第二场的BP直接先一半半掉了Limited的拦博 好像就直接是半掉几个上单的 好像都是Limited要用的一些 上一场也是 因为他们应该很清楚 对面DK战队他们最强的点应该就是上单 那瑞文还是不放的 这场还是看不到瑞文了 小法师也是在二手半的周 小法师这个点 就是在现在的比赛 不管是LPL LHPL 甚至韩国的OGN 基本上常常都会搬他 常常都会搬他 对因为他现在辅助太强 因为就是现在这个来说的话 就是还没有更新到他削肉的那个版本 就现在他的这个瞬间控制还是很强 因为他范围也很大 但是他这个英雄真的是对辅助一个操作上 要要求很高 就是那个框的边 熟练度也要很高 如果他玩得不好的话 就会把边框在里面 然后又打不出眩晕的一套爆发 然后又会被对面反打一套 就会很尴尬 两边的班人是跟上场一样 对我们看一下ABG这边是一场抢掉的挖掘机 对面是要抢掉黄子吗 因为感觉 对 他们上一把黄子玩得这么溜 但是如果拿黄子的话 上路可能又要死很惨 对不对 就是黄子加了挖掘机 有同样的配方 对都已经退让说拿树精了 结果你还要这么针对 真的是好惨 这场我就比较想 看Limit会不会用比较灵活一点的上单 你说 你说比较 灵活一点的上单 我觉得想到露露是不是好像比较好一点 露露上单现在也是有在用 但是其实露露这个英雄做中单也是比较好的选择 我感觉露露好像被抓死 对就比较难一些 露露上单因为线会比较长 而且露露她推线会稍微快一点 我们看一下ADG她这边中单锁定了卡特琳娜 在上一把刚开始她选择的时候 她也锁定了卡特琳娜 但是她没有选 就是为了纪念一下 就是之前的那个中单 但是也有可能拿出来 因为他们之前有用过 就是卡特的一个收割体系 这对于卡特就是现在来说的话 也是可以拿出来用 这样的话还是要抢一个辅助 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抢 没有必要 对方已经拿了辅助了 DK的辅助已经亮过了 而且像DK他们这个垂石英雄的话 在打线上还是打团战 都是完全要被安妮克制的 限量辅助这个点我觉得不太好 那是有可能中单暴女吗 中单暴女小胖用过 中单暴女也是有可能 我前面在说辅助 那个什么 因为我看到他ADG拿挖地技嘉暴女的话 你看他是不是有听到你说话 你看一下这边 DK这边 还是换了 别闹 别闹 刚刚锁定了一个乐福兰 我还以为他会选 真的觉得像中单这种英雄 还是更多的要多练一下 那种能够带节奏的 像布格纳这种英雄 除了现场刷线 他的资源能力就非常的慢 我听懂你的意思 你说蓝茶应该扩大一下 他的英雄池 把他英雄杯扩成英雄池 这个是肯定的 每个位置在英雄时尚 最少也要有五六个英雄 我记得好像是三个以上 三个不够啊 最少要五六个吧 没事蓝茶有三个 用过三个 用过三个 但是好像效果都不是特别好 小Q的ADC要用卡里斯塔拿出来秀了吗 他们这个阵容就是上单人马 打野挖掘机 上单人马打野挖掘机 他们应该是想用中单 你今天想说打野油盐机吗 我看你这个样子 中单要去用一个暴女 中单暴女是 在上一周 上上周的LPL上 有备ET机用吧 那他们这个阵容暴女 好像有一点突兀 因为他们整个阵容开团特别强 对像挖掘机 然后辅助安妮 再上单人马 都是一个开团能力很强的 但是暴女这个点 也可以弥补一下 他们收割能力不足 因为轮子妈 他这个英雄 他的确 他虽然开团能力很强 但是他完全是靠一个步行 去来追别人 他大招CD结束之后 他就要靠一个平A去追人 就很难追到人 好的 那我们也是即将进入到ADG对阵DK 好的 现在也是ADG对阵DK的第二场 那么位于蓝侧方的是ADG 位于红侧方的是DK 那这一场的话AD这个是DK的阵容是确定下来以后 随时辅助 随时将男枪下落还是一个很就线上很强的一个阵容 但是我们看一下DK战队他们的中单是用了一个乐福兰 对 但是乐福兰这个英雄他是最后一个选择 但是他在打线上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不太好打暴女 他在前期的时候比较好打暴女 很烦因为他血量回复跟不上来 对 然后刚刚也是听到就是我说话 就是说那个框起的Lio 然后拿刺客出来可能会赢一场 应该是有听到吧 然后就拿了一场刺客出来 至少这个也要秀一下嘛 如果有机会秀的话还是可以秀一下 而且用妖姬的话也是避免说蓝有机会单杀 因为妖姬还是比较难被单杀的一个点 对 但是他如果在前期没有压对面暴女压得太凶的话 他可能在中期的时候就会反过来被暴女压了 因为暴女的夹子能限制他的走位 然后暴女的Q稍微一不注意就会被Q的半血 对 这有点像就比较早以前那个时候暴女最强的时候 那个时候打中单 那段时间也是妖姬暴女 然后 就妖姬暴女妖姬暴女 就很多比赛都看到这两个英雄来兑现 对 尤其是那个时候韩国的比赛特别多的剑 对 而且那个时候就 你如果说双方的中路选手有一定差距 可能就会存在暴女反压妖姬的情况 对 也有可能出现一个妖姬直接把暴女给压得死死的 暴女那个时候的话就是线上比较弱一点 就是线上来说的话 当时以发育为主嘛 就是线上很难去单杀别人 但是最亮的那个 我记得有场比赛就是小胖暴女单杀飞克尔的发条 我也有记住 按照下路现在这个德性来看的话 嗯 应该会把兵线给推过去 嗯 我觉得如果说是OMG打DK这个阵容的话 会不会选择换线 OMG 我刚刚还在很疑问 对啊 我就说因为你会比较了解一点 因为感觉你刚之前也说到就是人马特别害怕换线 嗯 对 我觉得还是可以考虑换线 再加上那个刀妹 刀妹他换线的话 他配合打野做一个亲野的话也是挺不错的 但是看一下这边想要干客上路吗 干客人马的话还是有机会 因为人马在六级之前是完全没有什么逃生技能 就凭靠一个他的一技能加速 对面的缓速也是很厉害 Limited这场选择用刀妹了以后 对方可能还会还是会很针对他 因为刀妹就是发育起来的话 还是比较 对于DK这个阵容来说的话 后面还是可以起到很大作用的 对 你这个话刚说完挖掘机之后 再回神之后 直接往上路走 但是这局 DK应该也能想到 我们看一下这边是被看到了一个眩晕 看一下瞎子这边的技能 一个摸眼过来 如果不赶紧击杀的话 就会被赶打 刚想说 你看刚刚的挖掘机是一个 闪现过来 把双人都给击飞了 还逼出了刀妹的一个闪现 对 这一波缓解是做得非常好 这样的话 刀妹没有闪现 可能之后 又要面临着 针对萌萌的我 对 这局的话 你看DK的这个打野也是想到了 就可能会针对上路 其实我觉得他做一个反蹲 可能会更好一些吧 而且我们看一下 刚刚的DK战队他们的辅助是从下面来到中路 想做一个杠格 但是并没有成功 想要说 A级准备好 我刚刚看运萌的 因为我刚刚想说是 赢角 这样一张会做这种事情 你知道吗 一个QQ到了 一个点一个灯笼 配合蓝枪过来 一下两下 能避充一个闪现吗 一个闪现瓶也直接带走 这就是 刚才游走了以后 其实也是 吃到了 就蛮少的经验 而且他刚刚就是 操作比较不慎嘛 他走位 就是走位不慎 所以才被勾到 对 这样的话下路会陷入一个比较劣势的情况 本身 加 就是轮子妈加上安妮 去打对线南枪加锤石 南枪加锤石 这个太 太想事了 其实我觉得 让对面把兵线推过来会比较难 如果他们能够主动去做一个推线情况下 会稍微好一点 嗯 他可能考虑到就是兵线反正就是还算比较安全 然后就跑去游走 结果回来的时候 就因为没有及时去补充下路的那个草丛视野 然后就被勾到 刚刚ADG也是不敢去 他的位置会比较靠后 我们再这样解说下去的话 是不是就可以把ADG的整个弊端暴露出来 他们的针对点 但是我觉得像打这种比赛的话 大家都应该会清楚一点 就不可能让我们来说他们才知道 哎 看下中路 这个是 他是越兵线去做消耗 他真的很危险 一个摸眼衣 配合一个Q 直接Q到带走人头 这就是太想单杀 你知道吗 因为帕北深 他扛着很大一波兵线去消耗 去跟这个妖姬打 很冒险 而且当时妖姬被动还没有出 对 这一把的话 现在打到六分多钟 DK已经是有两个人头的领先 经济上也是领先了一千多块 对ADG并不是一个什么好的消息 这就是打上头了 终于开始打热起来了 终于开始浪了 我感觉他们 就打得很浪 没有理由要上去了 就上去消耗一波 但这种比赛一般就很好看 对 然后就会爆发很多的人头 对 现在的话 打野还是 基本上都是比较偏在上半野区的一个位置 只不过ADG上去有很多通龙的时间 所以说 看ADG这里好像又有一点蠢蠢欲动 但是像DK他现在是在红色方 他做龙视野的话会相对更安全一点 也更方便一点 所以他应该不会太轻易让对面掌控一下龙的视野 ADG也是很 就是很谨慎 他要把这附近的视野全部都齐 清干净才可以 调皮一个QQ空了 如果刚Q到的话 在那个位置讲击杀还是比较难的 因为并没有点燃 而且安妮手上是 斩着晕的 看垂师和男枪这个位置 过去是把下路的视野基本上给排完了 上路也是开个大招 清一下线 想回家了 目前进行到接近八分钟那样子 刀妹的发育还是比较稳定的 对 现在也是六十个刀 然后看一下他的位置 他是想 去清一波石头人吗 但是并没有刷新 我刚刚还以为他差点去中路杠客 我刚刚看到蓝就是戳到妖姬的时候 其实我内心就是想了一下他的内心活动 当时是 我其实可以跳下去跟他打一套 但是万一会不会又有反对怎么办 这个时候我已经打出了心理阴影 这个时候 这个点 你懂的 他肯定会有这样 因为他是没有闪现的 他W过去如果被妖姬给绑到的话 他可能要直接死在那 一个绑一个Q 然后接两个W 一个点燃 哦点燃CD 其实新选手特别好骗 因为你想到以前 就是看LPL的时候 那个时候EDG打皇族 那个刚上HYY的时候 然后DAV的 就用走位骗 骗别人 对 就特别好骗 就假装后面有人 对 而且蓝刚才已经被 就是反教育了一波以后 他现在肯定会更加谨慎的 如果说真的蓝茶有意骗 哎 捆到 WQ1消耗了一波 如果说有意想要骗他的话 我觉得蓝应该会很谨慎的 我觉得像新人的话 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弊端 就是他们上场的时候 可能在刚打比赛的时候 会比较紧张 对 然后会比较容易 被对面给误导 你看蓝茶这么凶 然后暴女就心里面就想 哎 会不会有人来要蓝 嗯 但他在塔下的话 应该会比较安全 他真的很谨慎 我们看一下现在地图上 哎 上路是已经干咳到了 对 刚这波我们是没有看到 但是我们看看有一个人就比较阴险 中路有单杀 这样的话 好 ADG 这里又开始了上一把的那个 套路 解码龙给偷了 然后现在是9分30多秒 但是中路刚被单杀 然后上路被干咳一波 是直接双线开花 一个Q空了 但是自己也被对面耗了很多的险 他刚刚如果Q到的话 感觉他们要被对面击杀啊 不觉得吗 就是他如果垂直刚Q到了对面的辅助 他自己要死在那 对面可能并不会死 对 所以说这个还是因为还好没有勾到吗 还好没有勾到 救了自己一命 嗯 你说到焚咕必上的辅助 我也想到一个人 谁 300啊 300块啊 300块不是那种吗 就他的名字已经暴露了 对啊 因为去年的比赛的时候 300块就是那种逢勾必上 就是赢也是因为他 输也是因为他那种感觉 就他就一勾到之后 他整个人就兴奋了起来 对 我勾到了 我勾到了 赶快上 然后他队友就不在他旁边 他也没太注意 嗯 好 经过了这一波单杀了以后 蓝现在更谨慎 嗯 而且我们看一下蓝的出装 他是准备做一个大圣杯 诶 一个QQ到了 还要过去消耗一波吗 Q的是大车兵 大车兵吗 诶 刚看一下 刚刚的精彩回放 这个是 这是第二次了 第二次了 诶 不对 这是反的 是ADG这边针对的上单 因为既然我抓死你一波 我也要来一波 他就是 叫你来我往嘛 对吧 互不相让 其实两边上单 就是有一点亏的 就是刚才上一波抓到 人马的时候 刀妹是没有拿到人头 是由打野拿到的人头 对 而且在刚刚那一波 是让对面的挖掘机 把小龙给偷掉了 这样的话也是比较伤 因为他们刚刚三个人想去看一下小龙 结果发现小龙不见了 诶 又是让ADG拿到了这小龙的刷新时间 对 而且一个勾到了对面的盾上 嗯 其实要勾这个西威尔的话会有点困难 与其这样的话就是勾安尼可能会好一些吧 但是他勾安尼的话 蓝枪的位置会很容易被反打 因为安尼他身上是一个虚弱存在了 现在安尼是已经到了六级 来看一下双方打野的动向 这局安尼带的是虚弱 嗯 这个点是 因为安尼通常都会带点燃 线上会打得比较凶一点 对 带虚弱的话 应该是考虑到了一个线上 这边是要碰面了吗 要碰面了 挖掘机和下次碰面了 一个八级 一个七级 摸眼过来一个踢 但是他Q是已经CD过了 哎呀 还是被对面一个闪现 加上一个位移技能逃掉 对 而且刚才挖掘机闪现躲开的时候 是一个Q技能 对 很漂亮 就比较安全了 刚刚虾子他想秀一下 你看到了吗 嗯 他想一个Q摸眼 然后一个R 然后再一个杰克 既然你已经看到了 就不要说出来 刚刚那一波操作 我真想笑 就忍不住吗 我跟你说到时候 他这个打野 听到你解说以后 就要反嘲讽你了 没事没事 我不怕变嘲讽 尤其你刚刚说到一个 七级和打八级的这个点 然后就特别的 但是他刚后面是有人的 所以他并不怕 中路两个人还是比较 怎么说的其实中路两个人挺好玩的 就是两个人其实都想单杀对面 对 但是暴女想单杀的话 还是比较难 反而腰击他的爆发会比较高一点 所以我说拿刺客出来会有意外的效果 对 而且他现在的 不管是人头上还是补兵上 都压了对面一截 压了对面一点点吧 现在各个线上的发育的话 刀妹其实就是补刀上面来说的话 就弥补了那一点点 那个人头的一个优势 对 然后那么中路的话就是妖姬比较有这个优势了 对 下路的话 再看虾子 过来是看到对面的真眼是排了一下 哎 我应该是刚刚刚刚刚擦的那个眼 所以我说像 上路 又来了 三人 这慕姬已经在卡兵线了 但是 但是杀一个满血刀妹啊 看一下安妮这边 一个大招是空了 但是配合队友的一个 大招 接近人还是秒掉 好尴尬啊这个大招 我刚刚还想夸他 我刚还想说他应该会一个 一个Q先把对面空到空到了之后 再选择一个大招 但没想到他直接 你说他这样我好意思刮他吗 嗯 我真的不好意思刮他 没关系 要不是那个虚弱的话 真的有可能都没有反杀 双方碰到了 虾子身上是有大招的 而且是有个眼会挥旋踢吗 这步太过深入了 他的W应该是 陈界又是减速到回头一夜 流出了这个死定了 死定了 这个有一点点太 太装过了 装过头了 而且刚刚那波垂时支援的也是非常的及时 对面就根本没有想到 随时会在这 对 如果说反过来是ADC在这边的话 肯定应该能够想到艾尼就在附近 对 下落的话就是两个ADC之间的一个 互相的打 博弈 博弈 看一下现在安妮是过来了 随时还在那边游走 而且随时是被眼卫看到了 其实这时候下落最好选择是把线推了之后 双人进行一个拆塔或者一个塔下的强杀 安妮这边是没有大招的 推塔会稍微好一点 安妮过来推塔 安妮还要装一下你知道吗 装一下假装我不在 但是给眼 给眼以后要蹲一下 我觉得这个位置蹲 有机会兵线要推出来 而且是带炮车的兵线 安妮回到线上了 现在在双方的人头比上 DK战队是以5 比上对面的ADC 两个人头 经济上并没有拉开太大 就有1000多将近2000块的优势 但是比较尴尬的是领先的人头在瞎子的身上 现在盲森基本上都是已经是在走肉装的蝦子 就是弥补蝦子到后面的一个疲乏的一个点 但是蝦子他如果 他前期能够拿到很多人头的话 他在中期 装备很好的情况下也是一个很烦的存在 这时候小龙已经刷新了 双方六个人在下路 诶我这样好吗 再反蹲 再反蹲 双方六个人在下路蹲点 我真的顶不住啊 就好怕 这样暴力和妖姬是碰面了 好像又有机会可以单杀 过来一个双 但是W是用过了 消耗力波 消耗力波主要是现在小龙活了 会勾到吗 空了 这时候我们看一下双方四个人是在小龙 八个人是在小龙集合了 这边妖姬的蓝量是比较不足 而上单人马的情况是比对面刀锋好 所以传送的话人马会稍微占点优势 对 而且上路的塔的这个血线也很低 大波兵先进塔了以后 Limit这里确实不太好TP 想尽各种办法来消耗它 刀锋要回去了 这样回程的话 塔的话是应该会被 人马给打掉 人马给找机会给推掉吧 现在人马已经把线上的烈士打回来了 刀妹对线不太好 而且补兵也已经有了追了上来 刀妹现在是三项 三项在手 伤害是足够了 现在ADG的话就是打团先把刀妹秒掉 因为这个时候刀妹有伤害 但是它不够肉 会比较好打一点 对 而且我觉得其实 也可以选择秒掉一个中路和上路 他们这两个选择都很好 那DK这里打团的话 就是集中的火力点应该是在 在对面的轮子妈 加上暴女之娘点先上 或者说先手找机会秒掉 对面安妮也是非常不错的 因为对面一个最稳定的开团 就是安妮 安妮大招之后接上人马的大招 是一个非常 就伤害很爆炸的combo 这个小龙其实两边都是不太想让的 这DK都已经在红色方了 就一直在这边做四眼 一个QQ到了 快Q过去吗 这个就很明显地表示 就是ADG下路没有打野 就看安妮这个走位 就是很明显地表示 来终于一波干客 打出了对面的影子 反观挖掘机也是过来 但是蓝刚才那个走位 就有点是感觉 我好像抽不到的感觉 就已经 就Q出来的瞬间 已经在往回走了 而且刚刚人马那个回头 嗯 我有点看不懂 他是被对面的 他是被他队友挖掘机吓到了吗 我以为他会一个大招大过去 好 这又是ADG 直接先行开小龙 这样的话 18分钟ADG在经济上 是虽然有一些落后 人头上也有一些落后 但是他们拿到了两条小龙 哎 传送过来 传送过来 有机会到妹这里 要赶紧回撑 这样的话应该是没有办法 嗯 这两个打野又来了 又碰面了 直接一脚踢飞 我不想给你任何机会 这个也是比较果断 对 这局Limit的发育 比上一局好多了 上一局开局就死了个030 而且 被对面的上单皇子一直压制 对 Q到了 但是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机会 因为在塔下嘛 而且后面有两个人 瑕疵这时候赶得过来 安妮也在这边 发了一个 这波3v3打下来的话 一个大招会上吗 其实可以演一下 因为挖掘机的血量 并不是很 一个什么南枪可以演一下 对 中路又练到了 这一局的话 蓝查的一技能的 这个准确度 还是蛮高的 我们看到他玩这样的一个刺客型 AP其实玩的挺溜的 为什么不用呢 为什么不用啊 又练到了 又练到了 一套爆发 一个闪现 两个直接秒到了乐佛兰 这时候一个加触配合 打野追 瞎子他是有一个W的 直接一个插眼 W点上一个灯笼 但是人马这时候赶过来 是被对面推走 但是还是被恐惧到 被勾 配合蓝枪过来 一套爆炸输出 带走了人马 人马反而是被反杀了 这时候 刀锋也是从彻底 持续性的切入 这一波打下来 双方在 人头比上 是ADG 他们损失掉了两个人 反观对面是 只有一个人死亡 这个时候就凸显了 盲森拿了很多人头的好处 就是他刚才那套爆发 伤害也很高 而且他闪现 而且他闪现 是躲开了 那个人马的大招 然后他没有第一时间被控制的话 他后面的伤害就是能够完全充分打出来的 对 他这个装备在现在这个点 他双重Q下去 一个平A一个拍地板 还是比较疼的 就是传说中的 一脚踢你击白血那种感觉 这个叫传说中吗 嗯 就有的时候 就盲森 就你在路人乱克里面嘛 因为经常看无比 然后就是有的时候盲森特别肥 什么11个人头的时候 就一个大招 就踢得你生活不能自理的那种感觉 就感觉一个Q就一个大招 就能够秒杀 秒杀 一个脆皮 对 暴女也是苦逼的自己一个人 打了一下BUFF 这局暴女就比较惨了 他030的数据 而且被蓝茶就被飞起 但是在经济上面 现在双方的经济也是 有了一定的拉开吧 现在DK战略是有将近4000多块的经济优势 这局DK是有迎面的 而且迎面还比较大 算比较可以的 对 现在双方DK这边也是 在知道有了一定的优势情况下 开始往对面的野区做视野 刚才我就在想封击在做什么 要不是王森在附近的话 我觉得他都有可能被暴女直接带走 嗯 有机会 但是他身上还是有一个闪现的 一个闪现加1 如果再被对面标到的话 他不至于说用自己这个蓝袖 有点身败名裂的感觉 对 这个时间点大家都想 都有一点想抱团的意思 先把兵线清出去 然后再抱团 但是这个时间段 时间点 其实我觉得 DK战略 他如果能够把视野做到很好的情况下 去找机会 抓人吗 还是一个很不错的 不管是抓人还是防守都很不错 防守也可以找机会嘛 看到对面来推的时候 我找机会勾到 然后先秒一个 是 而且趁现在暴女的整个的AP装备 还没有完全起来的时候 他现在标人都是还可以接受的 对 而且现在ADG他们这边 他打到现在这个点 装备 哎 看下过来一个 大招配合 一脚踢到墙上 有机又练到 他的练好像 初无虚发 每一个练都能够练到对面 所以说就拿刺客出来就好了 对啊 现在已经打出了很大的优势了 哎 五个人结合推一下中路 对面的人都没有赶过来 人怎么还在下路推爬 他们会选择直接上高地吗 有机会啊 有机会 真的有很大的机会 对 看一下 直接过来推中路塔 中路高地直接推 而且问题是 直接推掉了 现在ADG不敢去正面打 这样的话 对ADG来说 是一个很不好的消息 只要人马过来 还是被对面的 刀锋一个依依到 哎 一个大招是恐惧到三个人 而且直接秒到了ADC 这局还可以打 因为妖机上台还不错了 还可以打 这时候是过来还是被 带走 在正面团队上 因为 正如分割太开啊 正如真的分割太开了 正如真的分割太开了 对完全是有机会可以打 而且DK是满状态 刚刚全部是 哦对 反而是被对面 他们应该 他们应该的注意力 太集中到那个塔了 对 就哦不是 应该太集中到那个中路兵营了 他们太想把中路兵营 拆掉 反而被对面找了一波很好的机会 一换四 看人马把王森逼得好远啊 对啊 而且人马刚刚那个大招 直接把对面的南枪给秒掉 就是 伤害也是爆炸 如果DK刚刚站位在密集一点 是完全有机会打赢的 妖姬刚刚是满状态 对 就打完第一波以后 在刚刚那波团战结束之后 ADG是一个完美的团战 一换对面的一个人 换掉了对面的五个人 而且顺利的拿掉一条大龙 而且中路的水晶也是没有被对面推掉 这个时候就是不要怂跟我干 这样这一波下来对DK来说 又是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 因为这个大龙buff 明明前期有优势 然后因为自己的一些不果断 我觉得还是有点打得太保守了 冰银是没推下来吧 冰银是没有推下来 没有推下来以后就还是比较亏 那这一波小龙的话 刷新的还有一秒钟 现在主要是对方有大龙buff 如果没有大龙buff的话 DK的团战还是很好打的 对 这时候又飙空了 但是打正面团战上 位置很尴尬 随时这里要被秒 他这个位置就是很尴尬 他这个位置就是很尴尬 但是这个交出的一个闪现 完全不能够打正面团了 反手给我没勾到就完了 把盲森卖死了 而且盲森他刚刚那个大招就很尴尬 但一个大招是直接 顺便秒到了辅助 然后正面团战上 是直接打野一直切对面的ADC 毫无还手之力 这时候刀锋也是被后面的人打残 一个大招配合一个平A 哇 这两波 又完成了一波团面 而且好像是一个 一换五 是用ADC换到了对面的五个人 刚刚那波团战 基本上如初一折 这波就应该果断的就直接撤了 就压根就不要要这个小龙 因为随时那个状态 完全不能够打团 对 而且刚刚那个随时的位置很尴尬 是被对面抓到一个很好的机会 看上去过来看一眼 然后我直接果断的上来 就抓着你打 硬走的话肯定能走得掉 而且这样的话不仅是丢龙 还丢了一个二塔 中路二塔 一塔二塔直接 这样经济 是从他们有五千的优势 这样两分钟过去 被对面打回来 还多了将近三千多块的 三千块的优势 对 两分钟八千块的优势 什么概念 就两分钟让ADC打到了八千块的经济 简直不敢想象 现在唯一这个好处就是说 蓝沙现在装备还是很好 他对于后面 就是整个ADC的后排的威胁 还是很大 但是就不能再出现刚才那种失误了 再出现失误的话 可能他们就没有办法 就是再继续翻盘了 对 而且现在我们看一下ADC 这边他们上单 是做了一个冰心 打也是做了一个蓝盾 真的是 我就盯准了你们ADC 我知道你们ADC发育最好 现在人马的装备也是很好 这很烦人 因为刚这部两波打下来的话 人马现在已经是七个人头 我跟刀妹的整个装备来说 你不说我还没有注意到 人马都七个人头了 这个很烦 你看人马刚追着盲森这样一直打 而且盲森是出的一个前排装备 对 就已经是 没有办法去抵挡住人马的这个爆发伤害 这是我们看人马真的 移动速度飞快 挑衅一下对面 这根本就不怕你过来打我 是 对 标记也是 这个高地塔也是没有办法 这个高地塔也是没有办法 一个EQ 直接打掉爆发伤害 对 哇这伤害也太高了 直接顺利的拿掉了对面的中路水晶 毫无反抗的办法 我真的打到现在我觉得DK他们这个战略 其实他们在前期打线上 或者打一些小规模的干客 没问题的 团队还是挺不错的 但是为什么一到中期的时候 他们就会突然陷入这种僵持的局面 或者很尴尬的局面 他们自己在优势的情况下找不到机会 反而是被对面找到机会 对 我觉得他们应该要反省一下 在中期打团的节奏 还有他们的指挥 对 就这个这个时候的话 就是比赛里面的指挥 就锅给谁 就给指挥 但是你看刚才这种情况下的话 有可能是 你看盲森这种回头 说不定是打野的指挥 盲森 我感觉 盲森就是打野 对啊就是 我的意思就是说他 他在指挥他自己吗 他就说 好我们要看 一边回头一边说 你们上你们上 卖队友 你们救我你们救我 这个就想到那种路人局里面 哎我都上了队友呢 然后转头一看队友都在后面 都跑了 就最尴尬的点 就最尴尬的点 现在 他们这边也是有了 一个大龙buff 哦 大龙buff已经消了 有个三 三层小龙buff 而且经济上是已经反超 有四千块的优势 在装备 装备上 其实现在双方 装备差距最大的应该是 经济上 上单 这边是完全基本上 多了对面一个大剑 就多了一个大剑 上单有将近两千多块 将近两千四百块的差距 哎 要技巧上去先打一套Poke 结果自己是差一倍秒 打野上也是挖掘机这边 有一千多块 然后中路上 在前期劣势的情况下 稍微搬回来了一点 AD上和对面辅助上也是差不多 好AD又要进行反扑一波 然后这里的话 是直接退掉了下路的二塔 想要去针对一下这个高地 因为中路有兵线 我们看现在双方上路是打起来了 双方上路 看雪条就好了 调皮了一下 刀妹应该是打不够这个人马 刀妹应该是你过来打 我就引你一下 然后我就往后退 他主要现在这附近 过来又来推一下 下路 你打到两个 一个标 但是并没有什么更好的切入的机会啊 因为刚刚也是没有兵线 但是我觉得轮的妈 上路被单杀 单杀了 我就说这刀妹打不赢 因为装备差距太大 然后本来想 想的是因为有二塔 可以稍微缩一缩 刚刚大家的关注点都集中 在下路上路被单杀了 真的没有想到 嗯 哎一个标 没有标到 那就完全可以好 中路有兵线 上路的话人马又是单带 没办法现在妖姬忍不了了 妖姬忍不了了 这个又是开团 现在正面的场上是 一个挖掘机一直扛着对面 男枪的输出啊 根本就打不动啊 暴女这边一个标是空了 还要过去调皮一下吗 挖掘机这样一个钻地 是被对面躲掉 还要调皮 哇他打的真的好凶 他已经没有什么机会了 还要冲到对面的塔下 就过去 要尝试性的丢一标 是 那这局是 算是一个翻盘了 嗯 ADG又是要一波吗 应该是有机会一波 这样人马传送过来的话 就彻底一波 人马要TP过来的话 大刀已经快好了 直接重新人群当中 调皮一下一个推推回来刀妹 闪现 好的 还好 这样的话他们应该是能够一波 那么恭喜ADG 2比0 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 炷钥匙 我 要 炷钥匙 大刀 炷钥匙 噢 炷钥匙